不少曾經欠債或被追債的人士 他們都見過鬼怕黑 當他們的財務狀況改善後 他們不再願意再借任何貸款或申請信用卡 避免重拖福祉再次到絕境中 不過這些斬腳趾被沙蟲的方法 其實是無助改善銀行或貸款機構的算貸紀錄 反而會造成日後置業的伴腳石 最近我們收到一個客戶的求助個案 客人曾經破產 不過她的太太不自情 近日梁夫婦打算去看樓買樓 但她擔心太太會發現她因為曾經破產 而銀行批不出按揭 所以她想知道有沒有方法可以洗底 我們了解過她的方案之後 其實客人在十年前已經破產了 當她幾年前認識了太太之後 她避免太太就是當時女朋友 會覺得有異樣 所以她就嘗試申請信用卡 並且每個月都會有少少簽帳 亦都準時還款 保持良好的信牌紀錄 我們聽完之後都估計她的信貸評級 可能都可以有所改善 所以建議她自肯去索取一份信貸報告去看一看 果然不出所料 她的信貸評級已經去到C級了 按照我們的經驗所得 其實客人只需要不去她曾經欠債的銀行申請按揭 其實旺批的機會都頗大 所以客人就放心 和太太去看樓 亦都買了一個心儀的單位 按照客人的指示 找一些沒有欠過銀行錢的一些銀行申請按揭 那些銀行亦都很快地批出一個八成的高成數按揭 而息口更加是H加1.3 更加有1.3%的現金匯幣 那這個個案為何客人能夠申請到高成數按揭 所以關鍵就是破產期完之後 其實她有申請信用卡 並且每個月有限度去消費 亦都保持準時還款的紀錄 令信貸評級可以逐步提升 不過也要提提一些破產人士 銀行因為擔心有一個再犯的風險 所以即使過了破產期之後 亦都不要即時去申請按揭 因為會相當困難 尤其是申請高成數按揭 更加是難上加難的 如果真的有需要的人士 真的想置業的話 不妨找一些專業的人士 先做一個預先評估 令按揭的申請過程更加順暢